据环球网4月22日报道 历经数年 法国奢侈品品牌香奈儿 在与华为的商标大战中落败 2017年 华为向欧盟知识产权办公室提出申请 为旗下电脑硬件商标申请注册保护 该商标图案为上下两个交缠的半环 香奈儿方面称 华为这个商标设计 与香奈儿在法国注册的商标 及横向交缠的两个半环的设计 有相似之处 2019年 欧盟知识产权办公室 驳回了香奈儿的反对意见 称两个商标图案并不相似 没有可能引发公众混淆 香奈儿随后向位于卢森堡的 欧盟普通法院提起了上诉 当地时间2021年4月21日 法院判决驳回上诉 法院裁决称 香奈儿的商标曲线更圆滑 线条更粗 方向是水平的 而华为商标是垂直的 因此 欧盟普通法院得出的结论是 二者存在差异 香奈儿方面很可能就此事 再向欧盟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近年来 华为在通信领域申请了大量的专利 截至2020年 华为在全球有超过10万件专利 90%以上是发明专利 美媒指出 在开发新技术的时候 需要创立新的全球标准 过去是诺基亚 爱立信高通等公司 现在华为也参与了这个致敬标准的过程